紅牆閱兵普京遭羞辱 27國動手再斷俄國金流 中共海警船街工務船闖金門 匈牙利議員號召民眾抗議習近平訪問 因小兒子畢業 川普獲審判假一日 計劃籌款活動 走線入美國華裔大道 紐約落網 拜登將收緊邊境庇護申請 大家好 首先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10日 星期五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 我是林欣 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在新聞開始之前 我要和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健康520推出了全新的會員計劃 只需要每年50美金 你就可以享受三高代謝寶 全年10%的折扣 三高代謝寶結合了古老的道家智慧 和現代科學 精選天然植物成分 如植化素 維生素 和礦物質 來支持你的自我療癒能力 專家團隊獨家配方 旨在促進新陳代謝 調節生理機能 這個不僅是一種保健品 它是你每日活力和平衡的夥伴 幫助你恢復自然節奏 喚醒內在活力 立即加入健康520會員計劃 享受專屬折扣 健康的改變從今天開始 5月9日是俄羅斯勝利日月兵遊行 普京檢閱了紅牆的月兵式 這是俄羅斯向世界展示 國家實力的大活動 普京在演講中強調 俄羅斯的戰略核力量 時刻準備作戰 據俄媒報導 9,000多名士兵裝甲車 導彈發射器和飛機 參加了這場月兵 而月兵儀式上 卻出現了兩大場面 令普京極為尷尬 請看報導 據法新社報導 普京在閱兵演講中宣稱 俄羅斯將揭進全力 避免全球對抗 但不允許任何人威脅我們 我們核力量始終處於戒備狀態 但Newsweek的報導說 在普京最為關注的勝利遊行中 卻出現了兩個畫面 引發全球網民嘲諷 第一個是 5月9日遊行大約有9,000名士兵參加 而在莫斯科街頭遊行中 一部80歲高齡的T-34坦克車 連續第二年孤獨地在莫斯科紅場閱兵儀式上開著 引發社交媒體用戶一片嘲諷 報導說 這個情境與俄羅斯正在進行的烏克蘭戰爭中 的先前事件形成鮮明對比 俄羅斯的軍事裝備如此寒酸 金融時報莫斯科分社社長Max Sadden表示 這兩T-34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傳奇蘇聯坦克 是今天在紅場的勝利日遊行上 展出的唯一一部俄羅斯坦克 其他人一定都在某個地方很忙 網友也說 都殘成這樣 普京還打腫臉皮充闊佛佬發核武呢? 明年就騎馬了 因為這部坦克沒多久也要上戰場了 另一個 也是5月9日紅場閱兵最大的新聞 兩位俄羅斯軍官羞辱普京 拒絕敬禮的畫面 莫斯科時報發布的一段影片顯示 5月9日在勝利日的年度遊行中 兩名軍官似乎在普京走入隊伍 和他握手時沒有經歷 據俄羅斯電報上流傳的帖顯示 兩名軍官 一位是梁讚空降兵學校院長 莫諾奇尼科夫少將 另一位是後勤報學院院長 潘琴科夫中將 不過潘琴科夫表示 他是按照禮節行事 並質疑為何其他指揮官要向普京敬禮 據說他們抗議普京 對剛剛被逮捕副部長的不公正待遇 據報導 行軍禮是表示認可和尊重 通常只有身穿著軍裝的人 才會向其他身穿著軍裝的人敬禮 國家元首和軍隊首腦除外 但在俄羅斯 即使軍事人員不穿軍裝 總統和總理仍然應該向他們致敬 但普京沒有在影片中回敬禮 網友說 兩位軍官的舉動是絕對禁忌 也是對普京的公開羞辱 俄羅斯在8日表示 如果西方停止對基庫的軍事援助 烏克蘭衝突將在2個星期內結束 不過歐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表示 不會讓戰爭以這種方式結束 在5月8日 歐盟27個成員國大使 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的會議上達成協議 同意將凍結的俄羅斯國有資產 所產生的利潤 用於援助烏克蘭 媒體報導 自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 大約有1900億歐元的俄羅斯國有資產 在布魯塞爾的證券托管機構 歐洲清算銀行 Euroclear被凍結 所產生的利潤 每年價值在25億至30億歐元之間 根據協議 這些資金將每半年轉入歐盟基金 首筆資金最早可以在7月對烏克蘭撥負 其中90%將用於為烏克蘭軍隊 構置武器和其他軍事裝備 其餘10%將用於重建工作 另外發生社報導說 一名烏克蘭國防消息人士聲稱 烏克蘭無人機空襲行動創下最遠距離的紀錄 擊中距俄烏交界近1500公里的一座俄羅斯煉油廠 這位人士還表示 烏克蘭安全局再次證明自己擁有有助於 痛擊敵方的強大技術能力 中共黨魁習近平8號抵達匈牙利進行訪問 有匈牙利國會議員號召民眾 9號到場抗議 抗議群眾除了身穿引有小紅維尼的衣服 還揮舞台灣國旗引發熱議 同時 今天中共海警船鞋公務船廠金門水域 迫使台灣軍機緊急升空 現海導彈系統和軍艦進入戒備狀態 請聽報導 據自由時報的報導 習近平抵達匈牙利 布達佩斯後發表談話表示 中國和匈牙利是互相信賴的好朋友 近年雙方高層交往密切 共建一帶一路合作 相信中國和匈牙利一定會鞏固雙邊關係 此前外界分析 習近平出訪歐洲就是為了分化歐洲 見逢插針 但得知習近平抵達匈牙利 匈牙利國會議員馬頓在8日晚 在社群發文號召群眾抗議習近平來訪 他寫道 小紅維尼的飛機已經降落 明日他將在布達城堡和總理維克多見面 我們好期待 明日會在那裡迎接你們 從馬頓在5月9日 在臉書分享的直播影片可以看到 抗議群眾 新村上頭印有小紅維尼的T-信 拿著維尼氣球 甚至直接穿上維尼布偶裝 好兩眼的一幕是 不少人手持台灣國旗 播放中華民國國歌 抗議匈牙利政府和中共友好互動 呼籲應該重視民主自由的台灣 直播影片中 也可以看到 另一頭聚集著一群舉著中共血旗的人 敢形成鮮明對比 另外 來台灣新總統在5月20日就職不到兩個星期時間 中共明顯地加緊在台海的挑釁行為 在5月8日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 阿里巴克級導彈驅逐艦哈爾西號 例行通過台灣海峽 中共軍方批評美方公開炒作 而台灣軍方則表示 準備好應對中共的任何行動 並與理念相同國家共同呼籲 中共維持地區和平和穩定 台灣國防部在星期四5月9日表示 5艘中共海警船 帶領7艘公務船編隊 駛入金門限制水域 這是5月第四次編隊進入 也是首次海警船和公務船同時進入 台灣海巡署呼籲停止不理性行為 全程監控廣播驅離 另外還有8架次中共軍機越過海峽中線 進入台灣的防控識別區 這樣促使台灣軍機緊急升空 並令台灣沿海飛彈系統和軍艦進入戒備狀態 經過幾個禮拜的爭取後 川普4月30日獲得紐約封口廢案法官允許 5月17日可以參加小兒子巴倫的高中畢業典禮 除了參加兒子的畢業典禮外 當日川普還計劃主持一場政治籌款活動 請聽報導 達州西中旅灘大約3小時45分鐘的路程 共和黨主席大衛漢恩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我認為沒有人比川普總統更適合參加我們今年的晚宴 川普因為封口廢案件發表自己的看法 而被法官判罰9000美元 並且威脅如果再說話就判入獄 外界擔心到底法官敢不敢判川普入獄呢? 美國常識學者方偉認為 川普每天在法庭上聽到這些奇奇怪怪對他破壞性的指控 他忍不住說話這一點是肯定的 如果他因為法庭說不能夠說話 他就不說話 就等於將憲法第一修正案的這個權力自動乖乖地交出去 那也不符合川普的脾氣 所以他會持續說話 這樣法官會不會真是判他入獄? 我覺得真是有可能 第一,法官已經反覆表過態 第二,這個法官的想法就是想試下 看下能不能夠制住川普贏得總統大選 所以一旦判川普入獄 川普的基本盤一定是非常憤怒 對他的支持一定會再跳高一折 另外一面 對這個國家其他的選民會意味著什麼呢? 這點是無人知道 非常可以理解 因為他現在每天困在法庭上 留在法庭裏面 積累的那種民憤是很高 這些叫做民意可用 或者叫做民氣可用 如果用籌款活動 就將大家的憤怒轉化成對他的一個支持 那就最有力 所以川普被欺負 甚至將來如果他被判監的話 所帶來的就是一個反彈 雙生雙坑 就會帶來一個對川普的支持幅度的跳升 和以前他每次被起訴 他的民調就往上跳一樣 所以川普趁這個機會 來做籌款 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 川普目前對在紐約 佛羅里達州 喬州和華盛頓特區的四個 不同司法管轄區的不同起訴 進行公開辯護 川普說 這些起訴 是密謀針對他總統候選人身份的政治迫害 川普也對所有案件表示不認罪 據CNN消息 這個星期更傳出 這四項刑事起訴中的三項 可能不會在總統選舉日前進行庭審 機密文件案由佛羅里達州地區法官 坎龍主審 他接受了川普延遲審判的要求 另外 對於2020年喬治亞州選舉結果案 川普正在進行取消喬州檢察官的調查資格 因主導調查的喬治亞州 富爾頓郡檢察官威尼斯 和他聘請的特別檢察官韋登傳出緋聞 喬治亞州上訴法院8日回應 將會考慮取消檢察官審理此案資格 以美國司法部特別檢察官史密斯 提出的川普推翻2020年大選結果的訴訟 也被美國最高法院擱置 華盛頓特區的法官拒絕川普提出 總統享有絕對豁免權的主張 那與川普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有分歧 4件訴訟案有3件延期審理 那對川普的競選有什麼好處呢? 方偉認為 川普官司對他的競選影響 會持續到最後一天 一定是這樣 那就是川普必須走的路 其實這些案件對川普本質上 在我看來沒什麼影響 如果有影響的話 我覺得是正面影響 就是他一直被人這樣欺負 那不是他的基本盤 會不會激發出一些同情心來 我認為會 只是他的幅度有多大 近日紐約破獲一宗價值30萬美元的 國際珠寶度設案 而嫌犯 竟然是從南部邊境 入境美國的華裔男子 同時拜登最快5月9日宣布 收緊邊境庇護申請 請看報導 根據起訴書 49歲的嫌疑犯 萬耀榮因涉嫌2級和3級重大盜竊罪而被捕 在3月4日 萬耀榮在洛克菲勒中心 蒂芙尼和卡地亞商店 盜竊價值近30萬美元的專家 而被捕獲 他還被控 從長島的一間珠寶店 竊取一隻高端手錶 華裔珠寶大盜萬耀榮的盜竊手法不一般 他專門遊走國際大城市的名牌珠寶店 去過紐約市 洛杉磯 邁阿密 新澤西 長島 甚至南韓 作案目標多數是專家和名標 他能夠在監控鏡頭下 變魔術地用準備好的假貨換真貨 比如 他去蒂芙尼珠寶店 另一名店員拿出幾件珠寶給他挑選 然後他將假專家還給店員 將真的專家在店員不經意的情況下 塞入手掌中 這個手法 大家聽到是否覺得很熟呢? 這種盜竊的手法 在中國很常見 而在海外並不多見 據報導 上個星期 萬耀榮在長島珠寶店 偷竊了一隻17,000美元的豪華蕭邦手錶 之後 他在法拉城的住所被警方拘捕 警方在他家裡找到被盜的蕭邦手錶 還有多件被盜的鑽石和珠寶 目前他被關押 保釋條件是抵押50萬現金 或100萬美元的抵押金 據警方表示 南韓也對萬耀榮發出逮捕令 罪名是在首爾盜竊價值33萬2千美元的珠寶 值得關注的就是萬耀榮的身份 警方說 萬耀榮是在去年12月29日 在加州聖地牙哥邊境 非法進入美國的中國 中國偷渡華人 隨後被釋放 並申請庇護 外界質疑 這些有犯罪紀錄的人 在沒有經過任何身份確認審核的情況下 就堂而皇之偷渡進入美國 還合法申請了庇護 而這樣有犯罪紀錄的人 還有多少已經進入到美國呢? 路透社報導說 在5月8日 四位知情人士披露 拜登政府最快將在9日通過一項新規 來收緊美國南部邊境的政治庇護申請 目的是在大選年減少非法越境人數 新法規將要求在最初的庇護篩選階段 對移民進行評估 以確定他們是否應該被禁止庇護 然後可以迅速驅逐出境 不過消息人士說 這個措施的範圍似乎有限 白宮沒有立即對這個消息作出回應 但消息人士透露 拜登政府也正在考慮 作出更全面的措施 包括套用川普在旅行禁令中部署的聯邦法規 在邊境阻止尋求庇護者和移民 但目前尚未打算立即採取這個步驟 在旅行禁令中部署的聯邦法規 在旅行禁令中部署的聯邦法規 中涯法規